各位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David,在這裡和大家分享有關Men's Fashion的資訊 禁物體驗和穿搭的提示 記得在下面訂閱一下 看到標題你就知道 今天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近期入手的單品 我會盡量保持這個intro短一點 因為我不想這條影片太長 但也想大家知道我都有玩Instagram 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 討論一些有關男裝的題目 都歡迎你,隨時找我,聯絡我和追蹤一下我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有這件夏天最適合用的短袖襯衫 老實說一開始我都沒有怎樣留意它 但有一次走Course的時候 試了它上身,覺得挺適合我 深灰色的三身是有機滅物料 左肩位置有一個很特別的拼布設計 剪裁不會很緊身,所以看上去比較優閒 背部的拼布設計更加明顯 另外你可以看到一粒扭扣的細節位 和衣服的其他扭扣一樣 都是環保天然的果實樓 除了看上去像高貴的象牙樓 用Course的主要目的就是盡量減低對環境的影響 我覺得其實買東西的時候 有這個環保的心理都很重要 最近我都看多了相關的文章 在下面的留言告訴我 你想不想看一條關於可持續時尚 Sustainable Fashion的短片 我很喜歡一個北歐品牌 Acne Studios 可能有些人會聽過 他們的產品品質是出名很好 而且簡約有些藝術感 之前他們就有一個叫做 Acne Archive的網上pop-up特賣 限時之內減價減到最低三折 我趁這個機會買了這條 Blockhorns Hilkey Indigo Carbender Trousers 希望我讀得對 這條褲整體很簡單 但是你仔細看會發現不同的細節 例如褲袋的狀式設計 和非常特別的粉紅色車線 寬鬆的直筒褲腳和多個pocket 令到它帶有工裝元素 而我現在摸的更加是硬身原色 日本牛仔布料 源自Acne Studios的Blue Art之線 定家上和主線產品相同 但我好幸運 三折就買到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Acne Studios其實是做牛仔褲起家 所以能夠以675元買到這條褲 絕對是超值 有一次經過Hilgo Boss 我可以看到它們和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美國品牌 Russell Athletic出了一個暖城系列 挺有趣的 因為兩者可以說是來自兩個不同的界別 Hilgo Boss給我的印象是 他們做正裝成衣做得很好 而Russell Athletic是在美國家傳胡曉的運動品牌 系列挺不錯的 用了經典的黑白灰藍之外 還有我喜歡的粉紅色 風格和你平時在Hilgo Boss看到的很不一樣 不過整體的價格真的有點太高了 我只買了一對牆 或者我喜歡它的Logo 和這個深藍色 適合夏天 我想穿一個運動風的造型 可能會襯條短褲和搭對球鞋 非常簡單就已經很好看了 它是意大利製的 門市我看到有藍色灰色和白色 但上網網店還有一個粉紅色的 其實在這裏寫著它是壓力充滿 壓力充滿 總之就很舒服 一對簡單的深藍色運動場襪 如果沒有新鞋 就不是一條David Chang的Hall Video 這對是我在東會城Outlet買的 Initial的厚底loafers 我知道我知道 我有買loafers 但它和我家裏的其他的loafers是不同的 第一樣吸引我注意的是它的超厚大底 這幾年一個很流行的款式 另一樣我很欣賞的是 鞋頭位置的這條分扇Split Toe 我超喜歡在皮鞋上的Split Toe設計 在這裏比較休閒的loafers上都是一樣 增添了一個值得留意的細節 最棒的是三折之後只賣290元 100%全皮面 這個叫超值 我不肯定現在東會城或者其他的Initial Outlet 還有沒有這雙鞋子 那大家去碰一下運氣吧 同一天我去了東會城的Levice尋寶 在門口看到它寫著599元三樣貨紋 起初我都不以為二的 因為通常這些都只是買一些普通的款式 誰知我真的尋不到寶 第一件寶是這條日本製的511牛仔褲 我真的想不到日本製的牛仔褲都可以減到 除了200元一條 你在裡面看到這個Made in Japan的標記 另外有Levice日本製的特色藍耳布邊 魔鬼真的在細節 這條褲最適合襯T-Shirt 純色簡潔的T-Shirt 就可以把大家的眼光投放在這條日本製的牛仔褲之上 第二件寶同樣都是511 但就來自Levice Made and Crafted 他們的另一個Premium系列 我其實在上一條影片Friends造型重掃有用到這條褲 Btw那條影片我是很用心去做的 未看的快點去看 因為很好玩的 我找回那六個主角的風格 然後用現在的單品去襯他們的Outfit出來 這條褲相對會緊身一些 我平時穿502他們的J型款Tapered Fit 511是修身款Slim Fit 所以我要買第一個馬 同樣有布邊細節 而後面的Levice牌子就是藍底白字 你們喜歡哪條更多呢? 第三件寶是Levice Engine Deer Jeans LEJ Joggers 這條支線會比較新穎有趣 這條褲很有趣的 你看到後面的設計很像Levice的牛仔褲 例如紅色牌和經典的後袋設計 前面就比較像普遍的Joggers 有速腰的彈力鬆緊帶和側袋的拉鍊位 負側若隱若然有Levice Engine Deer Jeans的字樣 這條挺有趣的Joggers 三條加起來都是$599 真的沒得輸 下一件是一件我在ASOS找到的特色T-Shirt 這件衣服在香港就未必買到 因為它這個品牌Bolingaro Traveler 是在東倫敦的品牌來的 它不是很多產品的品質都很好 但是這件T-Shirt都算不錯 為什麼說特色呢? 因為它有這個在T-Shirt上比較少見的高領設計 另外我喜歡這條中線和左右兩邊不同的紋理 一邊是橫紋一邊是植紋 而背面一致是橫紋 不過要注意這件衣服是厚身一點的 所以就這樣穿會漂亮一點 如果你想外面搭件衣服的話 可能找回件薄一點的T-Shirt會適合一點 但是怎樣都好 它都是一件很有趣很好搭的T-Shirt 另一件上身衣服有很多人問過我在哪裡買的 它就是我穿這件極寬鬆的白色衣服 上面有這個標誌性Banksy的藝術圖案 這件來自ASOS的自家品牌 它都算不是我平時會穿的風格 我衣櫃裡面的衣服很少有這麼大的印花圖案 但我看到這個印花圖案真的忍不住 非常長身 所以買寫一個碼都可以 我會襯一個全黑衣服 黑色T-Shirt 黑色長褲 剛剛那對口底的loafers 搭上這件衣服在面上 這件真的跟街上其他人穿的衣服不同 ASOS這個展裁的衣服都有好記憶 如果你想要其他圖案 我就把相關的連結放在下面 按連結去看看 以上就是我最近買了的東西 希望你享受今天這條短片 在下面留言下其他你想看到的內容 以及今天你最喜歡哪一種單品 接下來還有其他這類的購物分享 因為我還有一些計劃想買 但又未下手未動手 當然還有其他的時裝影片 所以記得在下面訂閱一下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David 我們在YouTube和Instagram 再見 拜拜 好